一位老法师得到了炎症 躺在病床上偶尔会发出声音的声音 他的徒弟就问他 师父您会痛吗 老法师说好痛哦 徒弟就说了 师父您不是解脱了吗 怎么还会痛呢 老法师回答说 空就是空 痛就是痛 的确即使是一位修行的老和尚 仍然不能摆脱身体的痛 那么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痛跟苦有什么区分 痛是肉体的 是神经的 苦呢 是精神的 是心理的 这很清楚 一般的人把那个痛一苦 弄不清楚 好痛苦哦 好痛苦哦 大概痛就是苦苦 一定会痛 也好像是真的 但是事实上是这两样 是不同的东西 痛的 并不等于是苦的 但是往往呢 苦会引起痛 所以痛 我们刚才讲 身体的 受的伤害 身体 受到啊 种种的啊 折磨 神经 一定会感觉到痛啊 用什么东西 闯到你 也会痛 打击到你 也会痛 如果不痛的 那这个不死人呢 那就变成了植物了 变成了矿物了 释迦牟尼佛 你们说他痛不痛 释迦牟尼佛 也会有 堵子痛 也会有 悲痛 这样子的 记载 那表示说 成了佛的人 还是一样的会痛 那释迦牟尼佛 会不会有苦啊 我们讲的苦是什么 苦是心理上的 比如说 生 老 病 死 对于身体贪念 对于身体 执着 在本身呢 就是一种啊 非常辛苦的事 对于 老病的 承受 而又不愿 又不甘心 承受 那 我们又看到 自己老 又看到 又感觉到自己的病 你又觉得苦 还有死亡呢 不管是自己死 或者是呢 自己的亲人死 这心里边都是没有办法 承受的事 没有办法 接受的事 所以是呢 就是苦了 下面还有一些 人与人之间的 发生的关系 也会感觉到苦 所以求不得苦 希望得到的 得不到 爱不离苦 亲爱的人 非要离开的时候 非得离开不可的时候 你又不能够不离开 这个时候很苦 还有呢 冤家相遇啊 也非常的苦 所以是啊 苦难的苦 是因为 一个是 舍不得 一个是 放不下 另外是呢 忧愁 恐惧 嫉妒 称恨 怀疑 这种心态 多能够 让我们呢 感受到 人生是苦的 虽然 物质上面 不缺少 或者是呢 肉体上面 并没有 病痛 可是我们内心 产生了 所以心有千千疾 这个时候 是痛还是苦啊 所以我们心好痛啊 心好痛啊 实际上心痛的时候是因为 太伤心或者是太放不下 这个时候 心痛 心脚 实际上 他的情绪上的 苦 的感受啊 太强烈了 才会啊 所以心痛 还有呢 感受到的 一种 愁啊 苦啊 使得我们 受不了 但是相反的 如果我们的心 能够随时随地提得起 随时随地放得下 随时随地面对现实 随时随地处理现状 随时随地啊 可以呢 既然能够面对 又能够不在乎 所以面对现实 并不恐惧现实 并不逃避现实 该怎么就怎么 应该怎么就是怎么 能够怎么就是怎么 这个时候 心中不会有苦 人多半呢 不是痛死的 很多人都是啊 苦死的 受苦受苦都苦死了 但是如果苦 苦的觉得有代价 苦苦的觉得 能够啊 得到回馈 这个就是有种安慰感 因此呢 虽然苦又感觉到乐在其中 虽然非常的辛苦工作 非常的辛苦的煎熬 它就是没关系 我苦过了以后 叫做苦尽甘来 吃了苦中苦 成为人上人 诶 这样子的苦又觉得是值得的 那么这个苦是真的假的呢 当时感觉到不自在的时候是苦 但是呢 对于未来抱着希望的时候啊 它不舍苦了 所以是痛本身呢 是可以解脱的 到什么时候 死了为止才能解脱 活着的时候痛是没办法解脱的 苦是可以解脱的 活着的时候就能解脱 苦是不能解脱的 到死了以后还解脱不了 为什么 是精神的一种负担 精神的放不下 所以是苦啊 是永远的 痛啊 是暂时的 对付赞 谢谢您的信息 您的观看